今天呢是这个选战的最后一个超级星期天了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画面上看到呢 这个蓝绿呢都在这边拼造势拼游行 不过也不要忘了再过六天就是投票日的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小叮咛 就是投票日期不要忘了哦 是2012年的1月14号礼拜六 而投票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 一共有8个小时 同时也要注意到的这一次呢是要领3张的选票 而且呢要同时领哪三张呢 就是第一个是总统副总统 然后还有立法委员以及政党票 那有什么东西要带在您的身上呢 如果您带的是身份证 你就有身份证 如果说您没有反过选举的话 那就要凭您的护照 然后有身份证护照了以后 加上印章 也不要忘了要带这个投票通知单 最后一点呢也或许是比较困难 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不得携带手机或者是摄影器材入内 到了 请你评论 这个没有什么好评论的 大家要不要犯错 这个很简单 大家已经投过好几次票了 应该现在很习惯了 所以不应该犯错 可是还是一天到晚有人要带错 这我可以讲 就是说这次有一个政党票 总共加起来总统然后立委 然后一个政党票三张 其实昨天我还碰到有人在问我说光晴现在这次要几张票 其实所以中天选前倒数做这个是蛮好的 别以为投那么多次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他会不知道 而且这次施前主席施明德一直在强调的 也给政党票一点那个所谓光度 那我可以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要记得那个投选票的时候不要用印章去投 也不要盖手印 因为我验票验册的时候有看过好多人 真的你看过那个验票验册以后 你就知道说很多人真的是用印章去盖 这要用圈选工具 要用中选会提供的圈选工具来盖 这个要特别注意的 那个刚刚光晴欣谢谢你替我这个解围了 第二个文博请教一下郁蓬兄 事实上民进党在过去这二十几年来民主运动 对于投票花了很大的时间去教育选民 对不对 没错所以我先补一下刚才那个素如他讲的 就是说印章带去其实是要领票的时候 要确认说你有带 那你如果没带的话按手印也可以 全票说要用这个 不要盖银子那个 他说印章是这个 那我觉得这是值得在选前大力推广的有三张票 那我回过头来讲一下说 政党票这一票大家比较容易忽略 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要撞什么 那中选会我相当建议他说 他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 如何让所有的政党都公平 因为他现在证件发表会的时间 上次他们去抗议说 为什么照上次的那个得票比例去分 那这样以后两大党以外 那本没几十秒嘛 那大党就讲了十几分钟 其实大党很重视那个不分区 那个不分区的那个证件发表会时间 一点都不重视 所以如果你不敢做到图立小党的话 那我觉得让所有可以登记在 不分区政党票那个 大家有一样的时间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然后一直 我觉得中选会的工作 就是一直去强调说 政党票这个是第二次投 然后以后第三次 每一次选举里面强调小党的权益 然后强调政党票这个 我觉得是中选会应该要大力去推广了 不然的话你如果没有作为 或作为太少的话 大家都认为你在图立执政党 霍远兄你会不会觉得说这次中选会的这个说法乃至于做法 是不是未来就像运鹏讲的还有加强的地方 我相信这个不分区的设计啦 我相信我的看法就不一定健康啦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意思啦 所以就算了啦 剩下一个礼拜还要去宣导 那就是我们的宣民追准不够的 不离过最后五天的时候 我要提亲观众朋友 因为穿草的啦 或是说躺这家 我本来就躺这家 我本来就在家啦 我这次也是输 我也是在家而已 我没听 所以我相信宣减这么激烈的最后这五天 会不会有人啊 去拨奥布啦 奥布的这些下 那当然国民党要防止 防范民进党 民党要防范国民党 互相大家互相要防守 为什么 因为奥布出来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都不扶啊 联盛文那钱开了 第二天马上投票 阿扁2014一开枪马上就投票了 所以其实泽伟兄我的结论啦 我从这个联盛文被开枪之后 我就讲了一句话 可是没有任何一个 政论节目的主持人理我啊 我说1月13号晚上 如果开枪怎么办 没有人要理我啊 连来宾也不接话 1月13号晚上开枪 开枪了再说 那台湾实在有够烂 怎么办 我知道你也不会理我的啦 那1月13号开枪怎么办 我跟你讲我也没答案 我也不知道 那1月13号要不要投票 那现在问问说 那如果总统中枪怎么办 如果立委中枪怎么办 如果是重要的浮选 像联盛文那种 A咖浮选的中枪怎么办 大家都不研究啊 那会不会再开枪 也不知道啊 那你算机算到这个情形 然后我们在研究说 政党票要怎么投 我们最准没到那儿啦 其实我们跟中南美洲 拉丽美洲那些国家 其实差不多的 大老我还是不接枪啊 我对这个政党票 我一直有一个思考 但是我不敢提出来 我怕是不是坐过头了 我觉得中选会不妨 在这张政党票的上面 写说本这张票 决定34席不分区立委 其次的分配 政党没有超过 5%的得票率的话 没有资格分配 如果写这样的话 大家在盖的时候 起码可以看一下 不懂的也变成懂了 但是我就怕坐过了头 是不是有超越 中选会的职责 所以我又不敢讲 对 我倒觉得中选会 可以让民众知道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 他占的比例是多少 那像以我们来讲 我们一定会去 就是各种的不同的造势场合 我们都会去宣扬 有政党票 尤其我们这次推出 不分区的立委的名单 其实还不错 因为至少有弱势的代表 环保啊什么各方面都有 可以至少可以拿出来 是可以让人家耳目一新的 至少比民进党好 对啦 这样就好了 谢谢啦 不过我觉得真的 也是还蛮不错的 至少让很多 像王玉米 杨玉兴等等 都是我跟他们相似 我觉得他们真的还蛮优秀 但我觉得中选会 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宣导 让人家知道说政党票的重要 因为相对于总统 副总统跟立委 政党票是很多人比较不足 对 平均就是这样 做宣导 政党票的